大家好我是游子 又到了月底了 带你们来看看我的菜园 这几天下雨啊 哎呀 你看花也开得美 菜也长得漂亮 这里都是紫色的 花叶菜 现在还没结果 好多朋友问我这架子 是怎么做的自己 我有做过一个视频 我到时候把这个视频连接 发给你们 现在开始 要 结果了 这后面一排是香菜 已经给我吃的 第三茶 第三茶都开始 可以吃了 你看这个茄子 我要准备把它剪了 这个就是 里面都可以看到紫了吧 这个可以 结紫了 看到白的花菜已经结出来了 紫的还没有 紫的还没有 这是菠菜 这是紫韭菜 一半给朋友挖走了 这个也是 这个也是 这个是 这个是种在盆里的儿菜 它相比 种在地上的呢 要小一些 但是 果实也是很好的 这里刚刚撒的芝麻菜 还没长出来呢 这是胡萝卜 哎呀 大桶蒿可以吃了 鸡菜 你看 吃掉的 中间 又发芽了 这盆就这样来来回回的吃 这个是 油菜 等它再大一点 我就可以煎苗了 因为它长得 你看 这里长得比较紫 但是这里呢 又很空 这个叫什么 池 吃花甜嫩 菜心 我吃过一次了 还不错的 这是种的 鱼尾生菜 这里种的是 叫什么 糯米 东韩菜 这是我第一次种 朋友给我的 哎 我怎么觉得它有点像 线菜 这是它小的时候 不知道它长大怎么样 这是前几天已经摘过的芹菜 你看这个剪的 但它中间一直长 你剪了它又长 所以一盆就够了 这个是水芹菜 有好多朋友问我 水芹菜跟那个 中国菜有什么区别 当然有区别 水芹菜 它的杆子 更有嚼劲 也更有草 你看我每一盆下面 都是有这么一个盆 它就接着移水了 我就这几天 一个星期都不用浇水 让它慢慢吸 因为冬天的菜 它们有的都是可以水培的 哪怕是葱 它都可以水培 所以就不要去倒点 让它留着 这个是萝卜 哎呀我也是 撒紫撒多了 吃了两批了 那几 这几颗本来是很小很小的 你看 这里已经结 这颗已经结了紫萝卜 它上面是紫的下面是白的 你看前几天给风吹倒的 豌豆 我让它结紫 没死 我又不舍得拔了 哎呀鸡毛菜都抽台了 这就是我想要的 可以吃了可以吃了 这个抽台了 那这个是朋友给我的 这个雨衣橄榄 我想看看它能不能过夏天 哎呦我的天哪 你看这都接了 那么大一个 这颗还没接 我盆很大的 这个就是大激流 我喜欢种这大激流是 这一颗就是一盆 这下面是种的就是刚刚那个油菜 那是第一批种的 刚刚撒的是第二批了 这个是什么啊 他们叫千宝菜 其实就是大白菜 它一个是紫的 一个是绿的 看这些莴笋 你看看这些草头啊 可以剪了吃了 但我不想剪 我想让它流子长更多的 这一点不够吃 给这个鱼下了以后啊 它这个剥笋叶子 我得清理一下 这里有一种葱 这个葱 这个葱啊 是我买的那个葱头 这个葱可以吃了 剪了以后 它应该还会长 这一片应该都是的 你看这里就有这种 杀猪草 很麻烦 你看 这就是另外一种生菜 你看它下雨啊 外面都已经不能吃了 但是里面 它又长出来 但是我会把它全部拔了 因为已经很久了 在这个后面 这是葱笋 有那个油麦菜 所以 要给它太阳 它把油麦菜给遮了 油麦菜没地方长了 这些葱笋叶子 已经不好吃给 给风吹的 看看这里 这里也是花叶菜 这个也是千宝菜 这颗可以吃了 你看 那这里中间长了什么东西啊 抽台了 把它拔了 为什么 占地 它太占地了 这一颗 可以吃很久了 这是 芥菜 芥菜也拔掉一点 不是芥菜 榨菜 你看这下面 还有榨菜头 这两颗也是可以吃了 现在就不清理了 这里面 这里面 其实都是那个 花叶菜 你看 我都不需要种这个 雪里红的 它就这里长一颗 那里长一颗 只要把这些 自己长出 你看这里又有 这里还有 它还小 这是卷心菜 绿的 卷心菜 你看这个豆苗 这个也是绿的卷心菜 这个卷心菜吧 有点像生菜的 不是我们吃的那种 高丽菜啊 或者牛筋菜啊 不是的 你看这里 这里长的也是水清菜 你看这颗豆苗 也是给风瓜的 但是它 还在长 它还在长 然后 我现在不用地 所以也不需要去管它 这里也是 就让它接豆 豆 我吃了 它那个壳是不能吃的 只能吃那个豆 而且豆蛮好吃的 所以呢 我是让它留着接豆吧 这颗 往下垂了 高一点 也就是说它 嫩的时候呢 是可以吃 豆苗 大豆苗 然后等它老了 接开花了 接籽了 你可以留着籽 明年种 或者就吃它的籽 这颗 太多 那个盆很小 所以把叶子掐掉一点 这颗是那个拉贝 所以说拉贝也可以种在盆里 然后 太阳好 你看 它已经接 接拉贝了 这颗也是 紫花菜 这个之前啊 我种过的 萝卜 这里我就留了几颗 这个德国借来 留了五颗 来不及吃了 然后这个也是 看到 这是榨菜 我种在盆里的 一盆种了两颗 你看它已经有抽苔 这个苔也很好吃 所以这两颗是可以吃了 这个豆苗也是 让它往上爬吧 这个大豆苗特别容易种 也很值得种 但种一颗是不够的 你看这个 是我店里买来的 扶手瓜 你看 它现在已经爬了 我可以说再过一个到两个月 我就可以吃 榕栖菜了 这个瓜我倒不是很感兴趣 但是它的那个菜 我特别喜欢 榕栖菜 这里种的是那个 红菜苔 还很小 雨太多了 它们也长不好 这个是紫的卷形菜 好像已经卷了 这里种的蛮密的 但是我可以种一颗 然后吃一颗 看到它已经卷了 但是要小心 经常来看看有没有冻 如果有冻就有虫 因为虫特喜欢钻那个 钻那个卷形菜 就是里面 你要是不经常看的话 有可能你拔起来里面全是空的 白种了 这里也是 其实这里是那边移过来的 你看这个 这个是儿菜 等它这个儿多一点了 儿子多一点我就拔了 那个杆子也能吃 这里 我怎么种三颗 应该 挖掉一颗 那两颗才能长好 这也是 紫花菜 这个太好了 过几天可以吃花叶菜了 现在就我 拳头那么大 好 现在我们再去看看侧院 你看我拔出来 那么多菜叶子 待会再来清理 这里有两样东西是可以吃的 太湿了 你看 你看 这是胶白 那苗看到长得好啊 这个要换一个大一点的盆 这个就是 西兰瓜拉贝 我就种在 那么小一个盆里 其实 其实只要这个水啊 不要倒掉 就让它长 哎呦这个拉贝 上面你看 我都已经剪掉了 它侧面又长出来 看到 西兰花拉贝呢 你种一颗呢 真的是不够吃的 像这颗已经可以吃了 而且你要掐就掐这里 很嫩的 用手掐你就知道它 嫩不嫩了 这又可以吃了 这个是水冬菜 我准备全部拔了 因为已经长得很大了 我也是吃过一茬 所以不能在那 这盆也是 准备拔了以后 这两个盆种草头 看看我的鸡毛菜 看到啊 不能再放这个遮阳盆 小苗 看到了 鸡毛菜 现在有点黄黄 为什么 因为我盖着 那个沙的东西 现在它发芽了 就不需要盖了 我这个上面是撒过 那个叫什么草木灰的 还是要盖上这个网 因为怕那小鸟最要吃的 就是小苗跟子 然后这里我种的是花 这个是我做的液体 液体肥 送朋友好多送掉了 哎呀同好可以吃了 哎呀太棒了 同好 这个是种的塔菜 种太极了 我已经吃了两批了 这第三批 第三批 拔第一第二批的时候 它们还很小很小 所以拔掉了以后 小的又会长大 看看 这么小一个盆 它都会长儿菜 让它长疤 真的可怜 我没地方种了 所以就种了 这个是 你看 这个火龙果 懂的人看一下吧 它是白的 还是黄的 还是绿的 已经是有芽了 有人要的话 我也可以送给他们 我有两棵 还有一棵在这里 那里边有草 我种不好火龙果 不知道怎么回事 所以 放在我这里也浪费 对不对 你们去种吧 我这个 我这个桶 你看我下面还有好多 这些桶 我有一把盖子都砸了一个裂口 这里面全是厨域 这个厨域呢 本来我就想 让它发酵到一定的程度 夏天之前 我就上面就放土 放了土就可以种菜 所以 如果你家里没有盆的人 我可以送你们 这些 我实在没地方种了 也没地方放了 它还在发酵 但是你拿回去了以后 你放一点盆栽土 你瓶子上看得到 等到它全部都发黑了 你就可以种东西了 要是你没有菜原子 也没有盆子 这个是免费的 然后免费的肥也有了 将写盆栽土 你可以直接种菜 我就是这种空瓶子 做肥皂的椰子油 Costco买的很多 这些都可以种菜的 这里的草莓 有谁要吗 我不想种了 我们家没小小孩 所以 这个 不想种这些草莓 你们要的话 我就可以挖出来给你们 有九颗 在这里雨水 接的水 这个过道 我们就去全院 锅水 接着水 风吹的 这个是冰菜 哎呀 都浸泡在水里 这是芹菜 水太多了 所以把盆拿出来 但是这个水不要倒掉 因为留着 明后天如果不下雨的话 再把这些菜 放到这个盆里吸水 这样就不浪费雨水了 雨水是很好的肥量水 冰菜不能泡在水里 所以我把它也拿出来 还有四盆冰菜 你看现在已经大了 可以就这样拔出来 然后放在小盆里 或者就直接种在盆里 我们去全院 好多水 这些水我都不会倒掉 让它们去 看来这两棵 在上面 也是这个绿的卷心菜 这个也是 大蒜头 过两天要吃 这个也是 这是紫的卷心菜 这是卷心菜叶子 还是很健康 这个是油麦菜 下面这个葱我要剪了 枇杷还是很坚强的 那么大的风 那么大的雨 它还坚强的活着 这里的罗马生菜 我都拔掉了 因为已经很老了 这里哦 这个是水芹菜 这是白芹菜 白芹菜其实可以分苗了 这是种的莴笋 然后滴上蚕豆 还是长得挺好 你看这颗也可以吃了 这里就是花叶菜 还没爆头 这个 它说是娃娃菜 我怎么看来它爆头了呢 这个应该可以拔了吃了 不能让它再长了 这里没地方种了 红叶菜 冰菜 挺好的 冰菜不能再打太阳底下 这颗菜 也是生菜 这个冰菜 老了 黄叶子不要 这冰菜过几天就拔了 天一热 它口感就不好了 你看这颗是 都是小的了 小的也能吃 就是剪嫩的地方吃 这个左手香 到夏天 我做那个左手香膏 要剪掉一批 让它长新的出来 哎呀 蚕豆真漂亮 这个花 这个是什么 活了 这颗 怎么倒了呢 这是西南花拉贝 大风吹成这个样子了 这颗卷心菜 这颗卷心菜 看到它卷起来了 这个你看 它插活了 再看看这里我种了一批 这个金载花 朋友说 你那个火龙果 种在阳台上 阳台上应该是 种花的 我说我因为就是看 那个阳台有地方可以挂 所以才种在这里 然后 Sam说 你怎么把咖啡桶 放在阳台上 不好看 我说等这个花开了 没人看 咖啡桶了 都看那个花 你看看 哎呦 芦笋 这两颗芦笋 应该可以吃了 有三颗 要不然它老了 你看这些 雪里红 我都不需要种 都是自己长出来的 都拔了吧 今天可以做一瓶雪里红咸菜 不会要让它再长了 这些都是野草 我就是这块地方 让那个芦笋串 这里也是 然后还有小的就让它再长 这它自己长出来不是我种的 它大概曾经在这里长过一颗吧 你看那个马兰头串到这里来了 不能让它串过来 它要串过来的话 我这个 这块地 就给它占领了 嗯 嗯 给那个风吹的 已经不行了 不过现在也不能吃了 这个季节 它这里 你看我种过芦笋 你看有两颗 所以这下面是有根的 这里有好几颗 这里曾经种过折耳根 所以它有一些折耳根的苗 不能让它们长乱七八糟的东西 这里我只让它们长芦笋 你看因为这些菜 那芦笋里面那颗芦笋就没长好 但是没关系 你看抓了一大把 待会还有 你看这些都是祭菜 你不去拔它 它就撒纸了 明年这块地方又是祭菜 所以 种过祭菜的地 以后就不需要 再撒什么纸 哎呀 太可怜了 那窝笋 后面那棵是 芦菜 也没种好 没给它好好的种 因为 都是多下来的 看到 都是没有长好 能活就活 哎呦那窝笋真香 今年窝笋 种的不少 但还没吃过呢 吃的是野窝笋 自己长出来的 种的 还没有好好的吃 朋友问我 窝笋什么时候可以吃啊 窝笋 我一般吃的话 就是等它 等它那个头 爆出来了 就可以吃了 让它再长长吧 这里是卷心菜 你看这棵卷心菜 之前有虫的 现在有可能没有了 这棵卷心菜 这棵卷心菜 要拔了 吃了 这棵也是 这个棵这里 掐掉就可以吃了 哎呀 看雪莉虹 就到处它自己会长 这里昨天的一颗二菜 我拔掉了 明天给你们看我是怎么吃的 这一颗 好大一颗 我做了四盘菜 蚕豆 看到了 花开了 卸了以后就开始要接蚕豆 这里还有一颗获笋 你看这颗获笋 它没太阳 所以就往上伸 它其实没长多 这个获笋 叶子不好吃 这两颗二菜又可以吃了 三颗 四颗 我这里是前几天 拔的 大鸡牛 清理一下 没有 那IV都长到这里来了 好了 不搞了 野草还是挖了蛮多的 你看这里也是 全部这样的框 我大概扫了三框 现在全部放到兑肥桶里 这一边的兑肥桶 现在有太阳了 太好了 它只要一个夏天 这些桶里边的所有的兑肥都会变成土 然后再放回我的菜园 我就是这样循环种我的菜的 基本上不需要买什么土跟肥 只要买一些肝肥来追肥就可以了 这是今天采的菜 雪丽红我已经去掉了头 洗干净了 准备腌制一下 今天天真的很好 好吧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谢谢你们的关注 谢谢大家